新時代巴士每天都穿梭在澳門的大街小巷 陪伴著市民一起成長 見證著澳門的變遷、發展 而車廂就像一部流動的電影 每一的主角都不同 它可能是趕著上班 為了改變生活而努力拼搏的市民 又可能是第一次來澳門 希望留下美好無益的乘客 而我們則在這部流動電影的館中 見證著每一個感動和溫暖 陳叔是新時代巴士的車長 他很喜歡他負責的路線 學校、教堂、大三巴 每一個都具有獨特以濃厚的文化氣息 仔細仔在讀書的時候 就開始坐陳叔的車了 時間久了 他都和陳叔成為了好朋友 建立了真摯的友誼 陳叔,我在市民大廁路等窗 恭喜你了 多謝多謝 你行的 好,慢慢向後走 有乘客上車 下載車我再和你慶祝 好好好 仔細仔有什麼開心 或者不開心 都會第一時間和陳叔分享 好,各位乘客總站到了 先留車 是嗎? Jerky 收拾 怎麼了?到站還不下車嗎? 沒事 你這樣的話沒事 我覺得我爸爸媽媽根本就不了解我 爸爸,我想買一部相機 吃飯吧 我真的很喜歡攝影 你買一部相機給我行不行? 你這期厚底記嗎? 你看看你自己 你整天找到這麼沒用的東西 學一下你弟弟 聽聽話話 你再考成這樣 我不會去你的家長會 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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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去讀書 以後去爸爸公司工作就可以了 吃飯吧 我公司不會請這麼沒用的人 吃飯吧 吃飯吧 我只不過想要自己一部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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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 相機 開車 開車 陳叔 我先走了 我 Zhou 等等 蛤 酷 啊 為什麼 你會 為什麼 你會 我以前 тоже有印相的 不過現在太慢了 對啊 是啊,那...都封了床了 放在你手上,也都在發揮更好一點的 保健身的感受 不過這樣,你要拍多些好相 澳門的美景讓我彈我 多謝你上機 我一定會拍很多美照給你的 陳叔很開心 他覺得保健正英雄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他能夠為Jacky仔做什麼 不過在那天之後 陳叔就再也沒見過Jacky仔了 每次回到總站 陳叔都會回頭看一看 希望那個熟悉的身影 再一次出現在自己的面前 不過每一次,他都是失望 但是他相信,Jacky仔總有一天會回來找他 至drop遲天快樂 52 Chinese喜 Ada 男生 很多人都會問 hacia某位 咁的話,他們才認識如果是選擇 hmm v ste督 至於 你不會給他 不會給他 expired 你不會給他 你� usa 請 Philippah 你呢 有什麼我呢 好運 因為你去ánt 你從哪裡來? 我移民到新加坡 移民到新加坡? 對,你最近過得如何? OK啦,還是這樣 讓我來那邊聊 好啊 Jacky,想不到你這麼多年還記得我 我當然記得你了,陳叔 要不然你送了相機給我 今天我都不會成為一個攝影師 你們都要是你自己努力得回來的 我給你看看 是一本相簿來的 嗯 是啊 我答應過你,要用你送給我的相機 把澳門最美的一面拍下來的 是啊,真的很美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到 哈哈 阿叔很明白一個人 能夠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一件幸福 但是又不容易的事情 雖然時光飛逝 很多事情都會改變 但他知道 在他眼前的這個年輕人 還是他所認識的老朋友 Jacky仔 誰要帶走的是光陰 而留下的就是這一份純真的友誼 也不取得到自己的東西 是一個人的人 是一個人的 人呢 在一個人的小孩